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六月的读经challenge 我们继续看针研 今天我会看一段比较短的经文 继续看针研第四章 我们昨天看了第一至十九节 我们今天会看第二十到二十七节 同样的,在第四章里面我们昨天说过 就是所罗门特别把大卫的一番说话 记载在针研第四章一开始 然后他就把这番说话转告或者去劝勉他的宗旨 就看到一个三代都得到福气的一句的图画 我感谢主因为我们很相信 神的话是永远长存 我们得到神的智慧 我们都很希望将这个福气 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继续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福气 让我们继续今天去看看 究竟所罗门在第四章里面 如何教导他的儿子们 第四章二十节 我而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则以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传记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圣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辟邪的口 弃绝乖妙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要收平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好 感谢主 我们今天去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看到所罗门都是说 我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也都要侧以听 也都不可以离开你的眼目 要传在你的心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一段经文 尤其是去到第3节 都是讲一些正面的教导 其实我们说教仔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 可能反面的教材 你不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 你就会跌到街上 或者你不要站这么近的窗 但是同样的 我们教导下一代的时候 都可以说你要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 所罗门在这里说 因为得着他 就是他的言语 他的智慧 就好像得了生命一样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记得我们在第3章的时候 都曾经说过 神自己的话语 是好像有医治的能力 在3章第8节 他说 这便医治你的肚持 滋润你的白骨 我们说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 肚持就是人的正中心 所以得到神的话语 他就可以整个人都被医治 同样的 在这里都在说这一件事 就是得着这一份智慧 得着神自己的说话 就好像得了生命一样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我们都很相信 神的话语是有能力 不单止是医我们的心 更加医我们的全体 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 很多不同的见证 很多的病人 是因为神的话语 是帮助到他们 在康复的路程上 是更加的快切 所以我们都要感谢主 其实在第23节 我相信做基督徒内的 大兄姐妹都听过这一节的经文 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我特别用红色 去highlight了这一段的经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这个心呢 其实是指什么呢 这个心呢 其实是说我们对爱 和欲望的各种感受 并不是说好像崩血在我们的心 不是说那个心脏 我们的心需要 好像所罗门说的 我们需要去保守我们的心 走在正路上面 即是说我们想的东西 我们需要小心 其实心 其实就好像心思 在讲他的心思 就好像圣经里面说 智慧的人心居由 愚昧的人心居左 这个是传道书第十章二节 这样讲的 当然这个不是说 在解剖学上这样讲 但是其实 但是在讲的就是 智慧的人 心思里面是想来想去 都是想一些正当的事 愚昧的人 就想一些邪恶的事 他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思想 但是呢 他们有时候我们想些什么 我们就会走出来 是做了些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 是掌管了我们的行为 所以呢 我记得有一段的经文 保罗特别写给肥立比教会的一些圣徒 就告诉他们 究竟你们心里应该想些什么 在肥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那里说 凡事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清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很明显 这个呢 不单止就是心里面去想 更加的行动上面是需要有配合 所以说 人的心 他们思所想的东西 是决定到我们走的方向 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走出来的了 所以所罗门特别在这里说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如何保守我们的心 就是能够将一些美好的事物放进去 就是刚才保罗说 有什么真实的可敬的 那些公敬的清洁的 那些可爱的东西就放进去 其他那些骚髒的东西就不要放进去 我们的心里 因为放得多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怎么走出来 就是代表了我们的心里面有些什么 同样的 所罗门也说 第二件事 你要小心的 你们要 除掉 辟邪的口 弃绝 乖妙的嘴 其实在说辟邪的口 就是一些欺诈的说话 即是在说话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说一些欺诈的说话 也不要把口就是浪过油的 说的没有句真的 那些都要小心 跟着呢 说完心 说完口 跟着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 是因为呢 好像保罗自己都说的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什么 标杆直跑 其实呢 也都在说 我们需要向前正看 我们看着前面的路 忠然 我们可能会有犯错 过去的时候 就让它过去 我们的眼 但继续的向前直观 这个才是我们人生需要做的事情 向前走 才是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去履行的一样东西 我们不应该 不应该拿着泥爬向后看 是不是 因为耶稣基督说 这些人是不配进入神的国 所以我们是需要向前看的 无论是怎样都好 我们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 我们的标杆直跑 正如我们的眼都要被保守一样 跟着呢 最后那两节 就是要收平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其实也都不要偏左偏右 说的这几样东西 无论是心 口 眼 还是脚 似乎就是说 所罗门告诉我们 得到智慧的时候 我们的全身 就会得着这个良药 就得着这个生命 最重要的是心 是吧 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 就是由心里面所发出来 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 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 更加的珍重神自己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 帮助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有些什么 我们的行为 就出些什么出来 我们希望这一段经文 都能够鼓励弟兄姐妹 继续的 让神自己的话语 充满我们的心 让这个世界一些 美的事情 美的东西 正如保罗刚才所说的 一堆好的事物 清洁的东西 公义的东西 让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活出一个 土神喜悦的生命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灵修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